合掌跟我念 法身清静若虚空 应现随机各不同 其手大悲光自在 反文文信正圆通 愿共诸众生 永断生死苦 同生极乐国 圆满无上绝 诸位善知识 首先请大家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为了自他一切众生 早晨佛道 所以呢 今天下午我们进入到 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第六次的学习 前面呢我们已经把第一番问答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得号名为观世音 讲说圆满了 那么 今天呢我们讲第二番问答 为什么名为普门 是因为观世音菩萨 以三十二印身 十九类 说法 说法 所以呢 名为普门四线 大家翻到经文里 第十页 无敬意菩萨 白佛言 世尊 观世音菩萨 云合 由此说破世界 云合 而为众生说法 方便之力 其是 云合 当机 秦法者 无敬意菩萨 再一次 站起来 向佛 秦法 说 世尊 弟子呢 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菩萨的德号呢 叫做观世音 那么需要继续请问的是 观世音菩萨 他不是在西方 极乐世界 辅佐阿弥陀佛 度众生吗 你看 那个观音 受祭经上面 就有 说到 观世音菩萨 协助阿弥陀佛 度化众生 经过五量节以后呢 阿弥陀佛 四线 涅庞了 那么 那么 观世音菩萨呢 补其佛位 好为 普光 功德 山王 如来 那么 菩萨既然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要 教化众生 那么 他有什么样子的因缘 来由此 说佛世界呢 云和由此 说佛世界 他来到我们 说佛世界 又 怎样来为 各种根基的众生 说法呢 他有怎么样子的 善巧 方便 之力 菩萨 度化众生 有哪一些事迹呢 这样子 来向佛陀提问 说佛啊 说佛世界呀 我们知道 是 释迦牟尼佛 教化的国土 一个三千 大千世界 那么 一维中文是 堪忍的意思 一方面是因为 辞土的众生呢 其性刚强 难调难服 能够忍受一切痛苦 并且呢 他不以为苦啊 认为很正常 甚至还认为呢 苦中作乐 以苦为乐 第二呢 是说 能够在这个 娑婆世界 教化众生的佛菩萨呀 他们 是 特别的 悲怨深切 知道众生刚强 难调难服 但是呢 诸佛如来 悲心非常深切 非常广大 能够 能够 观众生难度呢 不深 疲验 所以呢 辞土名为 娑婆世界 在大碑 白莲花经 上面有 解释说 云和 明娑婆 世诸众生 忍受三毒 急诸烦恼 顾名 人土 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 的众生呢 他能够忍受 三苦八苦 无量诸苦 在这个苦之中呢 还 醉生梦实 不以为苦 甚至呢 以苦为乐 不想 超出 生死轮回 所以名为 娑婆世界 欲界的众生 偏重于 苦苦 色界的众生呢 偏重于 坏苦 无色界众生呢 偏重于 辛苦 有这样子的 来自于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愿争会苦 求不得苦 无因赤胜苦 等等 无量诸苦呢 众生 不觉得苦 习以为常 不想 超出 生死轮回 所以名为 娑婆世界 观世音菩萨 他 有什么样子的因缘 来到我们 娑婆世界 来到这个 苦世界呢 他来以后 又怎样子来为众生 开思妙访呢 那么 其实我们要知道 观世音菩萨 他来 娑婆世界 是不来 而来 极乐世界的 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呢 未曾有动 好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我们娑婆世界的 观世音菩萨呢 犹如千江游水 千江月 犹如呢 千江里面的水月一样 观世音菩萨 他的法身呢 是近虚空 变法 这里 我们刚刚所念的 法身清净 若虚空啊 以法身 以空性为体 抱身呢 以智慧 为体 化身呢 以 悲愿为体 那么 娑婆世界的 正身 有种种的苦难 那么 观世音菩萨呢 就化现为 无量身 来寻生救苦 所以 这个化身呢 就好像水中的月亮一样 是 验众身的机感 而 显现出来的 所以说 菩萨 不动本技 有力娑婆 是 以不可思议的 身功德 来 教化众身 菩萨 为众身 说种种的 大 小 权 石 偏 圆 顿 箭 种种的 法门 但是呢 又是 无说 而说的 是以 不可思议的 与功德 来利益 教化众身 菩萨能够 寻生救苦 应病 随机说法 能够一亿 建群积 一亿 建无量众生的根基 随求普应 众生的根性 药 欲 种种呢 不同 菩萨都能够应急说法 是 是 观世音菩萨 以不可思议的 义功德 来 利益 教化众身 身与义 在众身 为 三业 造 善业 造恶业 在 诸佛菩萨呢 能够以此 来度众身 称为 三密 或者说 三轮 所以 释迦族就回答 吴敬义菩萨 佛告吴敬义 善兰子 若有国土众生 应以佛身 得度者 观世音菩萨 既献佛身 而未说法 我们米上面讲到了 十九类 说法 在 手能眼睛里面呢 就把它细分为 三十二印身 第一类呢 是 观世音菩萨 来我们说法是这样 显现 佛身 来度众身 以佛身说法 或者 献佛身 或者呢 献 辟之佛身 或者献生文身 来自于呢 献 大范天王身 献帝斯天身 献他化自在天身 献色究竟天王身 献天大将军身 等等的天人身 来利益众身 或者献人身 献人间力 国王 宰光 居士 等等呢 献无量的身 来 我们这个说法 苦世界 教化无量的众身 教化无量的众身 犹如大圆镜一样 悟来悟现 随众身心而浦门四线 众身 他心里面呢 欢喜 接受 哪一种身 的教化呢 观世音菩萨 就能显现 哪一种身 那么 三十二印身呢 可以分为六部分 一个是 印修 四圣身 说法 这边重点就讲了 佛身 辟知佛身 身文身 因为观世音菩萨 本身是菩萨身 那么这样的话 显现菩萨身 所以呢 现菩萨身呢 就重略 第二呢 是应求 诸天身 而说法 第三部分呢 是 应求 人去身 说法 人中的 种种的身份 种种的职业 种种的地位 现种种的人身 来为众身 说法 第四部分是 应求离八部 而说法 第五部分是 应乐修人身 而说法 第六是 应离非人身 而说法 那么 应求四圣身 说法呢 是释现佛身 菩萨身 圆觉和独觉身 来自于呢 释现身文身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能够释现 佛身 为众身 说法呢 观世音菩萨 不是菩萨吗 为什么他能够 视现为 佛身 说法呢 那么应该有几重原因 一个是 因为菩萨 过去九远节 以前 早已成佛 好为 正法名如来 我们现在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曾经在 正法名如来 会下呢 做 苦恒弟子 现在呢 是果后行音 倒架 此行 来度众身 所以 他能够呢 显现为 佛身 第二呢 是因为观世音菩萨 正的耳根 圆通以后啊 霍二殊胜 忽然超越 世出世间 十方圆兵 霍二殊胜 一者 尚和十方诸佛 本觉妙心 与佛如来 同一慈力 所以能够 献三十二应生 能够献佛身 来入诸国土 第三 来自于 原教的出诸菩萨 就能够 与百界 视线 八相成道 能够在一百个世界呢 视线 八相成道 成佛 何况是 观世音菩萨 他是古后行音 早已成佛的 大菩萨呢 那么当然 他更加 能够呢 视线佛身 并且呢 他视线佛身是 显现他的 本来面目 因为他本来 早已成佛嘛 在 所能言经之中呢 观世音菩萨 摆 释迦牟尼佛言 至尊 若诸菩萨 入三摩地 尽修 无漏 圣解 那么能够呢 尽修 无漏 他已经能够 入 三摩地了 尽修 无漏 圣解 现缘 圣解 现缘 就是说 他将要成佛 我现佛身 而未说法 令其 泄脱 圣解 现缘呢 因形已满 将入 金刚预定 入无上 正等正觉位 所起的呢 殊胜之节 将 圣解 现缘 其实呢 这里面有 两重 一种呢 是 分正位的 圣解 现缘 一种是 究竟位的 圣满成佛 成原教佛的 圣解 现缘 能够 对于能够 修正道 相似 济佛 位的 菩萨 入 相似三摩地 尽修 中道 无漏 那么呢 观世音菩萨 能够教化他 正德 分正 分正位 位的 圣解 现缘 如果是 修正道 分正 济佛 位的 菩萨 入分正 三摩地 尽修 金刚 无漏 将要 正德 成佛之前 的最后一步 金刚预定 那么呢 观世音菩萨的 教化 就能够让他 成就 究竟 圣解 现缘 事实上呢 观世音菩萨的 现种种的 生 这个是 显现的 正报的 不同 正报呢 有 四圣六凡 十法界的 差别 那么相应的 一报呢 也有种种不同 那么就有 四土的 不同 凡胜 同居土 方便 有余土 十报 庄严土 和 长寂光土 这样子的呢 不同 凡胜 同居土是 我们说博世界 虽然是 六道众生 所居住 但是呢 也有 圣人 是县 比方说 四大 名三 五台山是 文殊师利菩萨 教化众生的 道场 峨眉山是 普全菩萨 利益众生力 胜利 普陀山呢 是观世音菩萨 显现了 利益众生力 胜利 九华山是 地藏菩萨的 道场 来自于呢 来自于呢 天台山 燕荡山 是 五百阿罗汉 有子的 圣地 那么如果我们 根基相应呢 就呢 能够 见 菩萨的 显现 好像原来 法万如一宝 就曾经在 落落严酷呢 清见 文书 然后自信的 心中 流露出 很多的 一幅账 并且呢 我们这个 色界天 四禅九天 上面的五成天呢 称为五进居天 是圣贤 所居住 我们底下讲到 那个 大自在天呢 会有讲到 来自于 化身佛呢 是现在人间成佛 报身佛呢 他一定是在 色究尽天 现 禁居 摩西首罗 天子相 接受 十方诸佛的灌顶 那么呢 成就 圆满 报身佛 那么呢 可见 这是 凡胜 同居土 第二呢 是方便 有余土 那么 身为 圆绝的圣者 他们修 四圣地 十二因缘法 能够断 贱货 断 丝货 那么这个称为 方便 是二圣所居地 土 但是呢 他们还有 成杀祸 还有无名祸 所以称为 有余 所以称为 方便 有余土 十报 庄严土呢 是法身大事 菩萨 居住的地方 菩萨 修 真实因 敢 真实果 以 真实 缘 敢 真实 报 所以说 社法 心法 一报 正报 都是非常 庄严的 华丽的 所以称为 十报 庄严土 因为菩萨 他能够发 菩提心 行菩萨道 广修六度万分 去利益 无量众生 所以呢 他敢得的 一报 正报 都是非常 庄严的 所以说 来自于诸佛 成佛 到往都没有 离开因果之外 菩萨为什么 这样子的庄严呢 因为他因地 利益众生 所以呢 无我利他 所以呢 才得到 这样子殊胜的 果报 并且都是 多节以来 积功累得 来利益众生 所以呢 得大自在 并且 正能做义 义能做正 正报 能够做义报 义报呢 能够做正报 义能化多 多能 称为一 神通无碍 所以称为 十报 庄严土 第四呢 是 长济光土 事实上 前三者呢 都是事 长济光土呢 是礼 长济光土 是诸佛 所住的国土 诸佛 诸佛 五柱 五柱 一段 二十 永 王 所以呢 住在 长济光土 五柱 地 返老 断尽了 二种 生死 已经超出了 分段 生死 变异 生死 都超出了 阿罗汉 菩萨 原觉 他们这些呢 都还 虽然已经了了分段 生死 但是呢 还有一生生呢 还有 变异 生死 那么 佛呢 是 二种 生死 都已经超出了 五柱 烦恼 断尽了 五柱 烦恼呢 其实 它就是 我们所说的 见识或成杀 或无名户啊 不过呢 开则 不同而已 是指 五种 能够生 朱末 烦恼的 根本烦恼 我们称为 五柱 地烦恼 第一个是 见一处 驻地烦恼 三界的 见货 八十八十 见货啊 在见到的时候呢 断于 一处 所以称为 见一处 驻地烦恼 事实上呢 在小胜来说 这是第一步 你正得出国的时候 正得虚脱 还国的时候 就 就已经呢 把八十八十 见货啊 都断尽了 看过 起来呢 就是身贱 边贱 斜贱 贱取贱 借进取贱 广泛地来分呢 就是八十八十 见货 那么 见货呢 他正出国的时候啊 成就虚脱还 名为 名为 欲流啊 欲入 圣人之流啊 所以呢 这种烦恼呢 他在出国就已经断了 所以这个是第五柱烦恼 第一 建一处 驻地烦恼 第二是 欲爱驻地烦恼 除了 见货 和无名货之外的 欲界的 一切烦恼 称为 欲爱驻地烦恼 第二呢 第三呢 称为 涩爱 驻地烦恼 除了 见货 和无名货之外的 涩界 十八成天 他所有的 其他的烦恼 都 都称为呢 涩爱驻地烦恼 第四是 有爱驻地烦恼 除了 见货 和 无名货 之外的 一切 无色界的烦恼 都称为 有爱驻地烦恼 第五是 无名驻地烦恼 三界的 一切 无名呢 是烦恼的 根本呢 根本无名呢 称为 无名驻地 那么 这个五种呢 能够生 滋末烦恼 并且呢 令 滋末烦恼 成立 所以称为 五柱地烦恼 好像田地呢 能够生长 和苗一样 这个五种 根本烦恼呢 他能够生长 其他的 无量的滋末烦恼 佛陀呢 他已经 五柱烦恼 已断 二种生死呢 永离 所以他住在 长济光 浸土之中 长 是 长住 不变的离体 济呢 是 诸相 济面 不取有相 不着空相 空有不着啊 这样称为呢 济 光呢 是大智慧光 能够造策一切诸法 虚幻不实 事实上呢 长济光 就表示三德 长 是法生德 济呢 是 泄脱德 光呢 是般若德 而长济光 又能够表示 是我们的真如妙心的体相用 常思体 济实相 光呢 是妙用 所以事实上呢 人人都本具 长济光 但是呢 我们的信德显发不出来 前面的三土 是 是 后面的长济光 是理 是法性土 到了 长济光 土的时候呢 就才能够真正的做到 生土不二 一正不二 济而 常照 名为 清静法生 照而 常济呢 就名为 常济光土 生土不二 土济生 生济土 一正不二 一正融通 全体都是 清静法界 都是如来藏心 都是 一正法界 如果能够在此地 见得亲切的话呢 那么我们 就 掌握了 修行的根本 那怎么理解哈 比方说我们现在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 普门品 那么 如果你 来听的时候呢 你分别这个讲堂之中啊 各种各样的不同 在相上起分别 你看分别 男相 女相 比丘相 比丘尼相 优婆色 优婆一相 种种的 世众的不同 然后分别 环境的不同 那么呢 并且对于你所听的法呢 也去 忘记 思量分别 用凡夫的 第六意识 去分别 去分别 那么呢 你就在 凡胜 同居途中 如果你能够一心 听经 能够呢 为世 空境 现前呢 了了见 无一物啊 不着物相 不着法相 知道呢 是诸法 空相 不会去忘记分别 种种的 分别 在做的 听众的 男女之相 不会去分别 法相 非法相 是诸法 空相 那么你就在哪里啊 方便 有余途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心地 亲近 庄严 能够学观世 因菩萨 发广大的 慈悲心 普愿法界众生 得文妙法 同德 谢托 那么呢 我们用菩提心 设词啊 当下我们就在 时报 庄严土地 境界之中 如果我们 所运发的心 是 平等 不二的心 来听经文法 能听所听 能讲所讲 都是不二的 一报 正报 不二 治他 不二 色法 心法 不二 说婆 极乐 不二 那么呢 一心 亲近了 那么当下我们就已经在 常寂 光土地 境界之中了 所以你看 就在同一个讲堂之中 人者见之 以为人 智者见之 以为智 这个就是 知见不同啊 所以呢 所见的外境 也不同了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要开示 误入 佛 佛 子 之 见 才能够进入到 万德庄严的佛境界 我们要通达 妙法莲华经 知道佛陀出世的大事 因缘 是让每一位众生呢 都能够开始误入佛 子之 见呢 所以呢 所见到的境界就各个不同了 因为众生 他的根基种种不同啊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他才需要 普门视线呢 以这种普门视线的像 让他 信乐 让他生欢喜 然后呢 以适合他的法 来让他心开意见 这是观世音菩萨 之所以要三十二应生 十九类说法的缘故啊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 他 威得神通之力 不可失忆啊 圆容无碍 见任何国土的 任何众生 有任何的 种种不同的 根基 就能够呢 现适合于他得度的 那种身相 为他说法 如果有菩萨 种性的众生呢 大道心众生 绝有情呢 他们成佛的机缘成熟了 那么呢 一见到佛像 就能够 成就他 就能够 度托他 让他迅速 圆满成佛的话呢 观世音菩萨 他就随他的机缘 和根气 献佛身 为他说 成佛的法门 为他说 乐空 不二的 智慧 慈悲 双运的 入金刚 预定的法门 让他呢 能够断尽 巨生无名 而原成佛道 所以呢 这次说 观世音菩萨 献佛身 为众生说法 其实 法身呢 是 变一切实处的 没有什么形象可得 但是呢 为了度众生之故 就是献佛像 法身不生不灭 但是能够无生 而无不生 法身无相 但是能够呢 无相 而无不相 所以观世音菩萨 能够随类献身呢 利益众生 曾经呢 贵州的修文献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 得到观世音菩萨 加倍的一个公案 修文献呢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 山呢 叫做白洞山 那个山洞里面呢 忽然之间呢 就 有 水银呢 流出来 所以呢 那个当地老百姓呢 进山去砍柴的时候 发现那个洞里面流出水银来 那一船十 十船板呢 大家都去 开采那个水银 来卖 以此为生 渐渐渐的 大家觉得那个洞 很深又很大 所以呢 为了图方便呢 刚才把家也搬到那个洞里面去住了 所以渐渐的呢 有两百多户啊 都住在那个 洞里面 白洞山 那个洞里面 都是每一天呢 踩这个水银 去卖 来赚钱 距离那个白洞山 大概有两里地呢 有一条小溪流 水呢 很清澈 又比较浅 那么有一天呢 突然有一位呢 年轻貌美的女子呢 就在那个 那个 取下衣服啊 就在那个溪流里面了 沐浴 那么给那个洞里面住的人 看到了大家也觉得 哎呀 这个女的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啊 那男女老少呢 通通跑出去 去那个小溪边 想去 以好奇心呢 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等到这个洞里面的人都走出来了呢 突然之间呢 就听到后面呢 很巨大的响声 那么回头一看的时候呢 他们住的那个洞啊 洞顶上的那个石头 垮下来了 单踏了 哎呀 大家觉得 好险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呢 念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大家都一口同声 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回头再来一看的时候呢 那个小溪流里面呢 沐浴的那个女子呢 不见了 事实上呢 是观世音菩萨显现 来让他们脱离这种灾难 所以大家呢 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呢 就更够了 然后那个 动单踏以后呢 隔了三年了 有一个人呢 进山去采药 又路过了那个单踏的那个山洞旁边 那么呢 就听到那个石头缝里面有声音了 有求救的声音呢 全出来 那么那个采药的人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在那个乱死里面呢 然后那个男子就说啊 三年前我也是跟大家一起住 大家都出去看热闹去了 我呢 就留在洞里面 那么这个洞踏下来的时候呢 我运气还好 那么这个 大石头啊 一块石头顶着一块石头呢 所以就有一点缝隙 所以我就没有被压死 但是也出不来 因为那石头太大了 我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上是移不动力 因为他也是兴奋观世音菩萨嘛 所以呢 就在洞里面就念 观世音菩萨 但是有个问题了 因为呢 那个洞里面 只有一点点粮食啊 又出不来 那粮食吃完以后怎么办呢 不过水是没有问题 因为洞里面本身就有水流出来嘛 水还是有 但是就没有食物 他还是一心的闺蜜观世音菩萨 等到他那个 非常饿的时候啊 他就大 他就呢 出生了 念观世音菩萨 也是很奇妙的呢 他一念观世音菩萨 就看到一只那个小白鼠 那白老鼠啊 眼睛呢 好像那个手电筒一样 然后呢 这个白老鼠这个眼睛呢 就看着那个 看着一块大石头 然后他也跟着那个 看过去 哎呀 很习惯 那个大石头上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就显现了 石头上面显出字来 就是显出的字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然后那个白老鼠呢 就跑到那个石头 那个字旁边呢 就来舔那个字 哎 那么这个人呢 也就 很好奇 就跟着那个白老鼠呢 去舔那个字 哎 那么舔那个字呢 他就觉得就好像 味道非常好啊 然后呢 很快就不觉得 不觉得饥饿了 哎 那么呢 三年以来 都是这个样子 一直呢 都是依靠念观世音菩萨 然后舔那个石头上的字呢 那个白老 那个小白鼠呢 那个 那个眼睛的光啊 就罩着那个石头 然后给他舔那个字 然后呢 他就不觉得肚子饿 这样子 在洞里面维持了 三年都没有死掉 然后呢 他就 那个人呢 就就告诉 那个外面采药的人说 现在呢 我看看这个石头上面 没有好多字了 大概只剩下两行字了 我想这个舔完了 不知道怎么办 好在我听到你们在外面说话呢 所以呢 我就求救啊 你们听到了 哦 那才要的 马上就回去呢 告诉周围的居民 原来 在那个洞里面住的人 大家呢 两百多户啊 都一起赶过来呢 齐心合力 把那个大石头 把那些大石头 通通扳开来 然后把那个人呢 就救出来了 然后一看那个 一看那个有一块 最大的一块石头呢 果然呢 石头上面还有两行字 就是普门品的 后面的那个 寄送和经文 最后呢 还剩下两行字 那么呢 这个呢 是 观世音菩萨呢 他能够视线 种种的身呢 来立意教化众生 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呢 菩萨都能够 无余地了之 那么 观世音菩萨 视线佛身 来为众生说法呢 有四教 的不同 藏教佛 是列印生佛 以吉祥草为座 在菩提树下呢 成佛道 这个是列印生佛 身 藏六尺 或者呢 八尺 献老比丘相 因为凡夫啊 他的心量很狭小啊 所以呢 他只能够见到 藏六尺 或者八尺 身高的佛像 再 大了呢 凡夫 就见不到 第二是通教佛 是 带列 圣印生佛 身 啊 身量是能大能小 啊 因为 通教根基的人呢 他的根性很融通 所以呢 能大能小 第三是别教佛 别教佛其实就是 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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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身佛 啊 圆满 报身 如舍 落佛 以 智慧为体 第四是 圆教佛 就是法身佛 毗如 之落佛 便一切实处 法身 啊 法身佛 以虚空为座 清净本然 周辩 法界 所以 藏教佛呢 他以真空为体 以悲愿为体 是 硬化佛 别教佛 以妙有为体 是 报身佛 啊 藏通教呢 藏教通教佛呢 都是 以真空为体的 是硬化身的佛 别教佛呢 是 以妙有为体 报身佛 圆教佛 是以中道为体 是 法身佛 用比方来说明 法身佛 好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呃 那么呢 报身佛呢 好像月光一样 化身佛呢 好像水中的月亮一样 这是 观世音菩萨呢 献佛身 而 度众生 度菩萨 根性的众生 然后接下来是 因以 辟知佛身 得度者 即献 辟知佛身 而未说法 本来应该是 说完佛 以后应该说菩萨呀 但是呢 观世音菩萨本身 显现是菩萨 所以就从略 接下来就说 啊 辟知佛 本来辟知佛呢 他的全称是 辟知加罗佛陀 辟知加罗佛陀就是 因缘觉 啊 身在有佛出世的时候 禀受佛陀的 十二因缘教法 从生灭的因缘 物 不生不灭的 真空离体 称为 缘觉 现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呢 又不成文经听法 独自的住在 深山茅盆里面修道 春光 百花开 秋见 黄叶落 所以呢 知道世间的万法呀 都是因缘 因缘 合合 而生 因缘 散灭 而坏 进一步呢 思维 能够呢 顺观生死 逆光 环灭 能够呢 悟到 自信 是无生 亦无灭顶 无私自通 而开悟 所以称为 独觉 如果有众生 他应该以十二因缘法 而成就 观世音菩萨 就四线 辟知佛身 而未说法 大家应该十二因缘听得多了 无名缘恒 恒缘实 实缘名色 名色缘六入 六入缘处 处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又悲苦恼 那么呢 这是顺观生死 逆光呢 缓灭 那么事实上呢 十二因缘之中呢 那又包括了三十因果 无名缘恒 这是过去世的因 过去世的呢 两之因 十明色 六入 处 受 这个是现在世的 五之果 爱 取 有 这个是现在世的呢 三之因 生 老死 这是未来世的呢 两之果 所以呢 过现未来三世呢 就在其中了 那么 无名是指 无实的 烦恼 有些人说这个无名从哪里来呀 他不知道无名从哪里来 其实你现前一念不绝 这个就是无名了 无名就显现了 无实无名从哪里来 佛法里面说啊 佛法里面说哈 没有第一因 所以一定 好像一个圆一样 每一个点 都可以是起点 也可以是终点 那么呢 无实无名从哪里来呢 大佛点手能研究 他们有开始说 知见力之 既无名本啊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觉 本来就是明 但是呢 我们如果起一个妄念 我们要去了解 要去知道 这个本来明的 本性 本觉 这个就是无名 因为有了能所 有了对立呀 有了能知 有了能能知力 我和所知力 本觉 这个就是无名了 有了能所对立 就有生死了 所以说 知见力之 既无名本啊 在知见上面去 安立一个知 头上安头 话舍天竹 所以呢 既无名本 本觉的本来就是明 不需要我们去 明了他 这个是我们无名的根源呢 那么无名原恒 因为无名呢 所以前身 就会去造种种的善恶业的行为 造种种的善恶业 这个呢 就是无名原恒 这个两支呢 是过去的 或业 二因 恒原石 就是今生呢 今生石呢 这个石就是指第八石 阿赖耶石 我们的第八石 阿赖耶石呢 他就来投胎了 一过去的货业 遭感今生的胞胎 那么呢 第八石 阿赖耶石呢 就先来入胎呀 去后来先做主温呢 食言明色 明色是什么 明色其实包括了五蕴啊 就是包括了色法和心法呀 明就是受想恒时次蕴 色呢 就是指地水火风 次大呢 和和地色蕴 所以那个小孩子来入胎以后呢 他先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一个胚胎呀 但是呢 他色心二法具足 五蕴具足 所以叫做明色 明色圆六入 六入其实就是指六根呢 我们有了胚胎了 渐渐的来六根呢 也都长成了 但是还没有出生 这就成为六入 为什么叫做六入 因为六根呢 根呢 有能生之意 根的功能呢 就是入六层啊 六根对六层啊 所以根他能够入六层 所以成为六入 为什么他名为六入 不叫六根呢 因为他没有生出来 他没有接触到外在的六层 只是从他的功能上面来立名 所以叫做六入 那么呢 这个十名色六入呢 其实都是在母胎之中啊 六入原处 这是出生以后了 因而出生以后呢 六根结束六层了 然后第七呢 就是处原受 接触六层 六根跟六层以后呢 就有种种的身心的感受啊 苦乐忧喜舍 苦乐呢 是身心 是身体的受 忧喜呢 是心里的受 然后呢 舍 不苦不乐的受 第八呢 就是爱 前面的呢 十 明色 六入 处 受 这个五字呢 是 现在式的五字果 但是呢 受原爱 这个以后呢 又开始造生死轮回的因呢 结束以后呢 我们对于乐受 就生起贪爱来 对于苦受呢 就生起排斥的心来 这样子呢 就有了种种的爱政的欲望 第九就是取啊 有了爱运以后呢 就千方百计呢 就想站为己有啊 前面的呢 只是内心里面生贪爱 现在呢 就开始有行为了 就称为取 第十呢 就是有 你取了就有 那么呢 取了以后呢 就有结果啊 你想做一件事情 那做成了 那么这个就是有啊 好像 爱运呢 有取 有取后就有 有呢 就是有了 将来轮回的种子啊 好像男女的婚嫁呀 这种种的染液呢 就造出来了 他能够招感来生之果 所以称为有 有轮回 那么爱取有呢 是今生今世 所造的因 所造的未来流转生死的因 然后第十一支呢 就是生 就是有来生呢 将来呢 再一次的轮回 就开始了 一支啊 第十二支就是老死 有了生就一定有衰老 然后有走向死亡 那么这是未来的两支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略简略的说 十二因缘法 那么这是顺观生死 逆光环灭 如果十二因缘之中呢 你能够斩断 其中任何一条链条 那么整个的呢 生死轮回就可以斩断 事实上呢 比较容易断的呢 是三支 就是断取断爱断无名 我们要持亲近戒 不忘取 这个呢 是修戒无漏学 但是呢 这是下等根基里 中等根基里呢 他不要等到忘取的时候了 他在那个心里面 产生爱症的时候呢 就知道修 就能够修定无漏学 所以呢 就断爱 不会起爱症分别 当然就不会 不会有忘取忘舍 有取舍就有轮回呀 不取不舍呢 其实建信成佛道 上等根基里的人呢 他知道要断无名 断无名 修慧无漏学 能够呢 超出生死轮回 事实上呢 修十二英元法 而成就的 原觉呢 他的地位 比阿罗汉要高 为什么 虽然他们都是断进 建货 私货 但是呢 阿罗汉 断了建私货以后 还有习气在 原觉呢 连那个习气也断掉他 好像一个砖酒的瓶子 阿罗汉呢 他只是把这个酒 倒掉了 但是呢 空瓶子里面 还有酒气 原觉呢 他就是不单把这个酒 倒掉 而且呢 把那个空瓶子里面的酒 的气味呢 也消除掉了 所以他的地位呢 比阿罗汉要高 不单是断建私货 还断习气 那么 观世音菩萨呢 他会视线为 原觉像 视线为 圣身像 贤圣身保的形象呢 来利益众生 这个在中国的 二十五史上面呢 有很多的记载 你看 那个 齐书 梁书 蓝史 上面都有 都有记载这些 还有呢 那个旧唐书 上面都有一些 正史上面都有记载 观世音菩萨呢 化现为贤圣身保 来利益众生呢 比较著名的 比方说 南北朝时候 南朝的 宋齐 梁臣呢 梁武帝时候的国师 宝治禅师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唐朝时候呢 有一位四周大圣 四周生且大圣呢 他在安徽的四周啊 显现 那么呢 后来到了金斯啊 也有很多的审议的四季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我们现在呢 都可以去到那个 拜到那个四周大圣塔 我们去那个四川 那个 重庆呢 大祖史客 大祖史客里呢 他就有宝治禅师的 雕刻的石像 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的人他不太懂佛法呀 他看到有一个好像现一个出家人的样子 然后呢 拿一个西藏 但是西藏上面的话呢 挂一把 剪刀 挂一根尺 那个裁缝 做衣服 量的那个尺啊 挂一根尺 然后挂一把浮尘 他们那个四川里 四川里那些专家 他不懂这个 他说哎呀 这个是个什么啊 怎么又一根 又有一根尺 又一把剪刀呢 看不懂 他就给他立个名字呢 就说那个是鲁班 鲁班的那个石刻像 那后来的话呢 请我们教界的大德啊 一看就知道不是了 是他们搞错了 那个就是宝治禅师的石刻像 宝治禅师 那为什么他是写这么一个像呢 事实上呢 宝治禅师啊 他是 南朝那个时候的一位大德 关心不是在画线吗 孰姓诸 显现了很多的 一些审议的一些事迹啊 比方说他曾经为那个 昭明太子洗眼睛 我们到这间就看到有那个 昭明太子读书台 昭明太子很用功读书啊 他曾经编过一些古文啊 变了一个文选呢啊 他眼睛就不好 差不多要失眠了 看不见了啊 差不多要啊 要失眠看不见了 那么这种人就求 宝治禅师 宝治禅师呢 就拿一杯水 让他洗眼睛 哎 眼睛很快就好了 然后的话呢 比以前还要更明亮啊 那么呢 他洗墓的那个地方呢 现在就是现在的浙江的天墓山 所以现在我们去浙江 有知道有冬天墓山 西天墓山 就是宝治国师呢 曾经为昭明太子洗眼睛的地方 啊 这个天墓山的名字呢 也是因为宝治禅师为太子洗眼睛而得名利 我们都很熟悉的 我们现在拜的梁黄灿 是梁武帝为了超度 他的皇后啊 西施皇后啊 免多蟒蛇之身 所以呢 就请求宝治禅师主持啊 召集全国的大德来汇编 就造了这个唱法 并且呢 以后呢 就成就了我们后世呢 非常盛行的水路法会 并且呢 宝治禅师啊 他有很多的那个 预言呢 称为称言呢 他留下了很多的预言 后来很多很多朝代呢 怎么发展什么变化 他的预言中间呢 都有 还是我们 宝治禅师他经常一走出去呢 手里面就拿一根西藏 西藏上面的话呢 就挂一把剪刀 挂一把瓷子 挂一条浮尘 其实呢 后来我们才明白 哦原来宝治禅师 他这个 拿这个法器啊 他是表示什么 他是表示 已经在很隐 很隐秘的开始 我们南朝啊 王庭的变化 朝代的更替 剪刀是干什么 剪齐啊 送齐凉成啊 这表示齐 齐朝啊 池子是干什么 是凉东西啊 他表示梁朝啊 浮尘是干什么 浮掉灰尘呢 他表示尘朝啊 也就是说 齐朝会取代 宋 那个是南朝的宋了 宋齐凉成的宋了 刘裕所开创的那个刘宋了 那么呢 梁朝呢 会取代 齐 臣朝呢 会取代 梁 所以呢 宋齐凉成 啊 这个南朝的更替啊 宝治禅师呢 他就已经 啊 以 以他这个动作呢 开始给我们知道了 所以后世的人呢 对他很赞叹 宝治禅师呢 他对后世的很多预言呢 都很准确 所以他的画像呢 传到唐朝的时候啊 思仙李白呢 就做了一首相战 啊 最后两句呢 就是 刀齐凉 善弥成语